扭车过来 屁股南完全不知道 这个点一发 发好了就有了 发不好了 可能就出事了 这两枪太准了 这两枪是直接给玉玉放倒 那这样的话 飓风就有主动权 作为放空的点太多了 白龙马 特别打开了局面 一个小串头 屁股南给好好放倒 小五十六一八曲 另一边玉玉反喷 悟空这波零换死 瞬间给巨幅打没了 开启进攻了 人还不太安全 是的 就先进去的人很有可能会被冲 然后被炸 被各种 身为的队伍还是要选择盲杀 甚至是打一不凡 这个山上 MCG后面两人拍马赶到 但是还是只剩下一个人了 时期的落位更快一点 瞬间林焕斯直接把MCG接下 反而一边 DDT应该是冲了TMA的加油站 对于DDT来说也是因为 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说想要通过加战这波战也能够获取一定的分数 但是在翻墙的同时 咱们还在修呢 能救吗 一颗手雷空吗 把这也大刀 对出事了这个雷 612回不来啊 是的 就是肯定救不了了 对的 正点 藏着吧 也没什么办法 但TMA肯定会亲人的 是的 在北边一个小番茄 南边一个愚人 被包围了 打完才发现 旁边是KX满天星 哦 这一丝血卡住了 这个车正好卡了一下 能救吗 给个压呀 别就这么走了呀 没准备能救了 有个小反坡的 也不太感动 MOKK刚才好像晃到了 有意识 但是 而就是另一边 悟空跟TRG 包括降路 整个小雨村 目前雨村 应该是比较混乱 这个场面了 嗯 降路是圆脸丑把 他在咖啡楼子 完全没有影响的 DSS又来了 又来这个反坡 跟士奇去打架 正面的天霸正在防守 MOKK倒在蓝圈内 这蓝圈的伤害有点 说他疼吧 他其实不是很疼 你说他不疼吧 你要尬就影响还挺大 因为北边的DSS 是最后一支冲击时期的队伍 所以说给了Pero出来 劝加了一波机会 嗯 杨阶长姐劝完 迷速溜车刚过来 落地就没了 而且又是四圈蓝圈伤害 扛不住啊 还是被HOSCO给解决掉 还是沿着南部海岸线 进了雨村 但是本局的圈形 实在是较为极限 是的 开始攻楼了 下界正面 没打过GOK的AK 周围人太多了 本身KIA自己人就少了 那这个过点 Pico男架得很死啊 可能完全突破了 Altotep 跟HOSCO的一波小配合 放到这个球 KIA侧面HOSCO被白龙马 又修了一波 是的 白龙马这局发挥是挺好的 几次破局的点 都是由他打出来的 由火流进来了 是的 但是本来他是想打 这个高低协同的 只是 后Pico男 这基本在这个位置 被架死了 而且封了四瓶 没有任何视野 一个空爆 Pico男再拿下一分 但是悟空不知道 五位的信息的 南哥站起来了 五位还有要吗 五位再打一个要 这一波悟空 没准还会 没要了 没要了 GOK就很懂 直接回来讲 知道你血不多的 但是他不知道 在脚下又被埋了 哎 这个也太大胆了吧 确实扩大了分叉 GOK往前走 他也没了 他只能回来找人 听脚步 听到你再去找 对吧 这波叫我很上头 这波确实有点上头的 小明露出了侧神 以后被揪脚的 但是天露这一波 是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关键是 只剩两个人 SATA那个点能救吗 好像不太好救了 被突 这把牛海比优势也太大了 东边完全没人 然后把小凑鼠一拿 加油站 北部上也站不了了 这个山头还在打架 侧面有人在埋着了 小童一撤身 直接把小明放倒 还好马哥的快速补枪 把萨萨再次击倒 萨萨已经到二岛了 小童用道具去压一下 太弱其他队员的跑位 今年的小丁灾 也被捕了起来 往上顶 依旧要找小童 小路给你特别来了 从背后把交扬 人头先K掉 然后又看到 来往KK的一个过点 人很多 再换联局开始绝把 但是现在对于小路来说 这不好解决是 还行 大竞这个是补足 把小童从正面拔掉之后 现在小路要推进 萨萨萨 但侧面天威出手了 许生直接把烂人给击倒 并且补掉 特别也被看到 打成一磁血 近点 小路给命其他队员 却顶萨萨了 走了一个下斜波 鸡哥直接倒 暂时给了萨萨 一点喘息的机会 特别血量 石哥 看到一个小头皮 直接秒杀 对方血量也不是很多 特别溜了 这波前战且退吧 萨萨萨要往北部去走了 车好像没有带上来 五圈的蓝圈上 根本不用管 早晚会被蓝圈带走 先进圈再说 2014区推进阿兵 12月这个点太知名了 他没选择开枪 放他过去 应该被看到了吧 等他下车的一瞬间 不是吧 12月 都是QE的锅 我知道 三倍进 再开枪 换一个位置 还想继续打 侧面的队友已经过来了 一丝血 EBB近年还能再打 这是个伏笔 远远远高欣 一直在抽 是的 高欣翻身坐着 对的 翻身弩弩把歌唱 我一个毒狼可以抽把了 但是 TMA可以出来清他了呀 南面在打架 忍不住了 EBB最后一打二 看能不能打得过 一丝血 侧面波波这个补枪带走 2014啊 强突 里面高欣被TMA给清掉 TMA也是抓到这波机会 南面在打架 没有任何枪线 可以把这个毒狼清掉 他拿两分排名分 TMA真的忍他很久 正好南面一打架 北边也没有枪线 TMA直接要从仓里面拉出来了 没错 靠言续命 然后等下一个圈行 Pero就很难受 Pero怎么出来呢 只要尿还比正面对枪不倒 这把是没什么机会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走悬崖边 也是曾经老队友 还能全出击哦 就在脸上 是的 这趟克雷很OK 现在场上剩下四个队伍 现在唯一要进圈的就是 一人一枪 TMA的防守 这个时候要冲大仓了 Pero 但是车上被周平打下来了 就贴这里就对了 是的 两个人贴到近点 这波能不能给TMA造成冲击呢 反正这两个人是限制了 TMA大仓的一个行动 TMA想要来过来清人了 这个有点上走 有点远啊 来扬KK 连打两人 狮子来扬KK 其实许生这一波身位 出的是有点慢的 他把位当中的 对而且重叠了 对 拉下拉过来就可以直接打你 背上拉过来 许生最后一个人去守大仓了 其实小佐他们甚至可以不攻 已经溜车溜到了一个近点 右边通过两边的缝隙 打了小叮咚 被反PIC了 血量太低了 狮子这波应该是个一穿三 已经十个淘汰了 拍了两个人 帮助牛海匹把场上 这个三人编制的天背 给全部解决掉 全打完了 还剩一个海边的悬崖的2004 一个最北边的队伍 2004 动一动阿毛 阿毛有血啊 阿毛拉枪 哎呀 老大第一还是优势对强 恭喜牛海匹 这边拿到四个淘汰成功之金 那么在第一局也是拿下一击 虽然说是一把小鸡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